我们今天接着讲王阳明 上一次我们简单的讲了 王阳明关于良知的一些观点 同学们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我做的回答是极其简要的 那么我们接下去 实际上还是就良知这个问题 做进一步的展开 王阳明为什么要提出良知说 我个人的理解是 良知学说的提出 表达了王阳明对于我们人 现实的生存状态的一种 深层的忧虑 或者说是担忧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况 从孟子 比如说从孟子开始讲性善 我们很多同学就会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每一个人心都是善 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坏人坏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有很多人是坏透了 还不是一般的坏 为什么 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 良知都是如此这般的美丽 如此这般的光明 如此这般的美好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每一个人 都是圣人啊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事 那么多的贪官无力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一个现状 我们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人类社会的当前状态 我们人的生活的当前状态 所有这些不人道的 不美好的 不合乎人生本质价值的 这样子一些现象的存在 我个人认为 恰好是王阳明提出良知学说的现实依据 怎么讲 我们假定这么个情况 来看看这么一个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讲 现实生活来讲 我们的人 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良知的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个人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去实时地反省自我 有没有实时地去反思自我 有没有实时地去观照自我 这件事情太要紧了 太要紧了 如果说我们不这么做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是凭借着什么在生活的 我们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 有一首歌在唱 跟着感觉走 好像跟着感觉走很美好 我们凭借着我们 我们都跟着我们自己的观能感觉在走 眼睛告诉我那个美丽 然后我就认为那个美丽 我就是追逐着那个所谓的美丽 嘴巴告诉我 那个好吃 然后我就认为那个好吃 然后我就去追逐着那个好吃的 诸如此类 如此这般 这就是我们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 但是糟糕的是 正是在这样子的一种 对于外界的 我们人为假设的 所谓的这种美啊 好啊等等 这一类东西的不断的追逐当中 我们人怎么样 正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丧失了我们的良知 我说丧失 不是说没有了 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 叫做遮蔽 我们正是在 欲望的追逐与满足的过程当中 在不断的追逐与满足的过程当中 我们结果把自己的良知给遮蔽起来 良知的遮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本身的堕落 意味着人道价值的失落 意味着人在离他自身原来的状态越来越远 意味着人的生活正在逐渐地走向生活的自身背反 正是这样子的一些状态 人的这样子的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 引起了王阳明的生存的状态 所以他要提一个良知 不仅提一个良知 而且要提一个智良知 这个智子要善加领会 不是无缘无故加上去的 大家都可能都还记得关于格物自知之说 良知提出来之后 良知学说提出之后 自知就变成了自良知 在王阳明那里讲格物自知 那就是自良知了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讲 自知就是要自良知 什么叫做自良知 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就是要把良知找回来 用孟子的话说 那叫做什么 求放心 孟子曾经讲得很清楚 太清楚了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对吧 把那个放逸掉的心 重新请回来 请到哪里来 请进枪子里来 是他重新成为我的生活的主宰 重新成为我的生命的主宰 重新在我的内心 建立起我们所谓的主体性 只有这样子做 生命才有可能回归于 他自身的本源之地 我们才有可能立定脚跟 脚跟才有一个站立的地方 生命才有一个 建计的基础 现在大家也很愿意讲 这叫做安生立命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你安个什么生 立个什么命 没个基础 怎么安生 怎么立命 良知就是我们安生立命的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的生命便是漂浮着的 就像蓬草一样 东风来了往西漂 西风来了往东漂 没有一个基点 那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真实本相 所以王阳明提出良知说 实际上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至少我个人的理解是就已经在代表着 或者说在表达着 不仅仅是在表达着对于生命现状的一种忧虑 一种忧虑 并且在表达着对于所有非和我们的人道理想 向违背的各种生活现象的反思和批评 已经在包含着这个意思了 那么关键的问题在这里 王阳明良知学说提出来之后 他特别强调的是要治良知 要治哪良知 我们刚才提到过 所谓的治良知 就是要把良知请回来 怎么个治法 怎么个治良知 良知本身在我生命的显现 或者说显扬 这就是治良知 所以我们如果一般的来理解 我个人以为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了解为两个层面 讲治良知 第一个层面的了解 那就是 每一个人去自我建立起良知 这个良知也是要自我建立的 尽管他是在那里的 他原本是在的 但是你要理他 你要理会他 你不理会他 这个东西尽管在那里 他跟你不发生关系 跟你没关系 但你要理会他 他就会 我们这个打个比方 王阳明似乎也打过这个比方 比如说我喊某人 我喊小王 你会 我不喊你你会不会 你喊是什么意思 表示我在 我在这儿呢 那好良知也是一样 你要理会他 他才告诉你我在这里 你不理会他 他在那里 你不理会他 他跟你没关系 那 第一个意思上讲的治良知 那就是你要自己去呼唤 你自己的良知 让他回应给你 诶 我在这 我们的 正是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的呼唤 良知才 以他自身的原本的样态 以他自己原本的状态 我们的 在我们的内心 马上显现出来 这一个过程 我们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我 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去呼唤他呢 去呼唤自我的良知呢 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 只有一个途径 我的简单的理解 那叫做反思 只有一条途径 所谓的反思 那就是在我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行为 进行 重新思索 请注意 这个思索 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后来讲这种考虑 考虑考虑 权衡权衡 不是这个 真正的反思 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各种各样的观点 意识 行为 我所想的 我所说的 我所做的 直接的放到 心灵面前来 进行自我的内审 或者说是关照 内在的审查 要对这个 这叫做反省 这叫做自我的内心 只有经由这种自我的内心 这个自我内心的过程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 那也同样是一个 知行合一的过程 同样是知行合一 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内在之知 那个良知 就会以他自己原本的样子 告诉我们 你这件事情做得好 那是善的 或者说是的 那件事情做得不对 那是不良的 是非的 他马上会告诉你 所以王阳明经常告诉我们 说是什么呢 良知本身就是 知善知恶 知是知非的 他自己就是会知道的 那么请注意 请注意 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反思的过程 因为在这个反思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被牵扯进来 那完全是个人自我 和自我的一种对话 在这种对话当中 当我们主动的把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意识的 语言的 行为的 各种各样的行为 放到内心的那个真实的自我面前的时候 那个真实的自我 同样也是会以他自己毫无遮掩的形式 显现给我们 一点厉害关系都没有 这一个 这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反思的过程 只有经由自我反思 我们的主体性才得以建立起来 才表明我们是一个反思者的自我 那个反思者的自我才是我们真实的主体性 只有这个才是 这一个过程 如果用我说的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 用传统的话来说 包括用王延明的话来说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诚意 这就是诚意 所谓的诚意 无非是把我们的意识 观念 思想 念头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 放到良知面前去观照一方 合乎良知的 那就叫做诚 不合乎良知的 那就叫做不诚 合乎良知之诚 这种诚是良者之合一 所以诚是一 诚是诚 一个意思 那这个过程是诚意 同时也是什么 就是诚心 所以王延明讲得很清楚 本性你如何正法 本性没有不正的 原本都是正的 所谓的正心 无非是通过诚意的这种方式 使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当中 对于事件的处理当中 使事物各得起 这就是正心 这就是诚意 这也就是自知 也就是自知良知 因为尽由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良知就会以他自己的原本样式 在我们的内心呈现出来 半点都虚假不得 这是自知的 自良知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 那用王延明自己的话来说 那叫做良知的自知 良知的自明 所以自知自明 自知自明 他同时表明 这一个工作 这一个工作 不可能通过任何的其他的人 来替你承担 必须要怎么样 每一个个人自我承担 只有这一条办法 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 所以自知自明 王延明也讲得很有意思 我这个心就是 这个良知就是不明怎么办 那你把心拿来 我给你明 我这个知行就是不合一怎么办 你把知行拿来 我给你合一 可以吗 那是不可以的 表明只是在自知自明 这个意思上来说 正是自知自明 才表达了真正的主体性的自我建立 它必须是靠我们每一个个人 自我来承担的 任何其他人都帮不了你 如果你不愿意做 那就意味着 你只能在背离良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同样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的良知本来是明的 王延明有个比方 就好比这镜子原本是明的 明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明的他才能照 他才能照 所谓的能照 那就是能够切实的 如实的 对外界的事物 对我们经验生活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现象 各种各样现象的价值 各种各样现象的真伪 是行 确切无误的判断 这是他讲照的这个意思 那好了 如果你说这个镜子生了锈了 锈迹斑斑了 它还能照吗 不能照了 但王延明问我们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说 生了锈的镜子 你把它叫做什么 你还是镜子 你不能说它不是镜子 只不过是生了锈而已 还是镜子 你把这个锈磨掉 你磨它 磨完了以后怎么样 它还是亮的 它还是镜子 镜子的一切功能都没有丧失 它是用这个经常来打比方 那怎么个磨法 那就要在意念发动之处去磨 本心原本是正的 没问题 但是意之所在 这个意念要动 要动 这一动就比较麻烦 你就不能完全保证 它一定能够按照它自身原本的样子去动 为什么 这个很麻烦这个事情 因为有一个另外的因素牵扯进来的 有一个物的因素 有这个镜 没有镜 我们的心是不会动的 有镜 这个心才动起来 而心一动呢 就会有物在 因为你一定是源于物而动 不会源于其他东西而动 所以这个动了之后呢 才会有善有恶 有是有非 但是在这刹那之际 良知他马上就会知道 这个 你这个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你这个是错的还是不错的 你这个是善的还是不善的 良知马上会知道 所以王阳明说 在这种关键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 在这种关键时刻 那你就要按照良知的告诉你的去做 可是糟糕的 我们就是不愿意 良知 由此这般的 因为如此 才不断地被这个比起来 所以王阳明也同样非常强调 要在动念之际 心的这个动念之际 去为善去恶 有一善念起来 那你就按照善的念头去做 有一恶念起来 你就要把那个恶念给刻倒了 这就叫做 诚意 这就叫做正心 这就叫做自知 有个意思 所以呢我们 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都可以把它了解为 治良知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 就是良知的自明 良知的自知 良知的自明和自知 实际上只是讲一个意思 要求我们每一个个人 经由内在的自我反思 使良知以他自身的样子 显现出来 这一个即使良知的 回归他自身的本位 是本心回归其自身之本位 同时也是用现在的话说 也是主体性的 真正的自我建立 第一个层面 讲到这个地方为止 还有个第二个层面 你不能说 我有良知 我良知太好了 我有这个良知 我光明 我同体光明 我有良知 那我们儒家的这个观点是说 没错 你有良知 拿出来看看 表达他自己 良知的自我建立之后 还有一个跟着的过程 那就是必须要表达他自己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 治良知的第二个层面的意思 那就是 治无心之良知 于事事物物 也就是良知的自我展开 自我在生活当中 在经验当中 在事物过程 事物的处理过程当中的展开 良知要显现他自己 要表达他自己 那我们 那我们 这个过程 讲治良知 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了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他的格物自知的问题 也刚才也提到过 他的正心诚意等等 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一个治良知的过程 那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人 在经验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主体性的自我展现 你是怎么来表达你自己的 这种主体性的 所谓的自我展现 同时也是我们个人的 真实的存在本质的自我显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嘴巴说的 而是什么 是行动来显现的 王阳明非常看重这个意思 他说治良知的 治无心之良知 于事事物物 就是明明德于天下 就是大学讲的明明德 明德原本是自明的 但是自明了还不算 你要使他占明的 明白的明显的显现于天下 明明白白显现于天下 这叫做明明德于天下 这就是治无心之良知 于事事物物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论是我们做一件事也好 还是干什么也好 我们都需要 在良知的主导之下 去完成这个事情 这就是治无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物 如果你从你做一些事物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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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东西 你的心 你不懂得治良知 现在你是 良知是蒙蔽着的 那你叫做胡作非为 那叫做妄作 你的事能证吗 能证得了吗 那就证不了 所以 事事物物各得其证 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按照王阳明本身的这个观点来说 它不仅仅是我们良知 在生活当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展现 并且是我们个体的 主体性的自我表达 同时也是我们存在性的自我表达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随着我们的生活世界的 不断地开阔 不断地扩大 那么 我们的 我们的主体性 或者说我们的本质 存在性的表达 境界也变得怎么样 越来越宏大 越来越开阔 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世界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这种良知的自我表达的方式 而被建立起来的 脱离了这一点 我们的这个世界 同样会变得一个 有肉无缘之水 有肉无本之梦 没有个本源 没有根基 没有根据 而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生活的原本样式 讲到这个意思 治良知的第二个意思 那就是如果用大学的这个程序来讲 那就是我们的身 心 意 知 物 全部融为一体 我们主观的世界 或者说我们内在的主体的世界 和我们的生活世界 和我们所谓的外在的客观世界 融为一体 人的实践 实践 永远只有人的实践 才把我们主体的内心的世界 内在世界 和我们的客观世界 联系为一个整体 这就是王牙密讲 治良知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意图 他的真实内涵 人 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才表达了他 才充分表达了 他自己的 作为主体的存在性 他作为一个德性的 有德性的存在者 同样也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才获得正式的表达 所以这个意思 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整体的来看 我们整体的来看 王牙明讲 治良知 那就包含着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良知的自我明 开明 自我自明 自知 那是主体性的 主体世界的自我建立 第二个层面 是 治无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那是我主体性的外向开展 这样子的两个层面 才是自良知的一个完整的意涵 一个自良知的完整的理解 那么也只有这样子一种完整的理解 我觉得才提示了杨明学 或者说王牙明关于 治良知说的真正意义 不论在哲学上的 还是在生活上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人的存在 才叫做是完整的 我们的人格 才叫做是完整的 我们的生命 才叫做是完善的 良知学说的提出 本身就表达了王牙明 对于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 一种生存忧虑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那样子的一种现象 说代表着的实际上是 人道的堕落 或者说本质的异化 如果从这个意思上面 我们返回去看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 两个层面的自良知学说的 完整建构 恰好是可以说 王牙明是在坚决的反对 或者说拒斥 人的本质异化的 他试图使我们人的生活 回归于其自身的本质 所应有的状态 那致良知是唯一之途径 是唯一之途径 这个里头 没有任何的玄妙 没有任何的玄思 最后落实到的是什么 完全彻底就是我们的生活实践 致良知最后是以一种实践的方式 展现给我们的 关于致良知的问题 我同样先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同样征求同学们的问题 请 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天道的本身 它是呈现出一种善的状态 是无私的 那么事物从他们那边 获得了他的分输之理 那他的本质 应该也是非常善的 与此同时 我们的本心 在他的最初状态 也是有良知的 那么既然我们的本质是良的 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善的 那这种获得 那我们的良知 遮蔽我们良知的私欲 最初是怎么形成的 好 这个问题很有趣 是这样子 天道毫无疑问 是善的 他就是至善 对不对 我们同样也假设 任何一种事物 任何一种事物 包括我们人本身 从他原本状态来说 这当然是按照我们的一派观点来阐述 是好的 没问题的 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 那么你的问题是 恶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 我们从本质上面来说 本质上面来说 比如说 不论是按照孔子的说也好 按照孟子的说也好 大致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的本质 等同于天道 天命之微信 等同于天道 本质上面来说 是好的 没问题 但是 人毕竟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所谓的物质的躯体 性 是 行而善者 我们毕竟还有一个行而下者 这个行而下者的东西 用梦子的话说 那叫做物 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物质的躯体 这一个物质的躯体 它毫无疑问是需要物质来滋养的 我们这个人呢 同样的也有一种自动的本能 那叫做本能 会去获得 试图获得物质的东西 来滋养我们这个物质的躯体 麻烦事情就在这里 我们正好是在这种 对于外在的事物的 不断的试图获得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想到 要我们还有一个精神 我们还有一个本心 我们还有一个良知 我们还有一个天命之性 我们在追逐物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会想起那个 我们那个本性情况在那里 那就是你老不喊他的 你老不喊他 他就不应答你了 这个在就基本上等于不在了 这就叫做所谓的遮蔽 正是在这个意思上面讲 欲望 人的物质 关于物质的欲望 毫无疑问 因为它是我们的本能 比如说我肚子饿了 我要吃饭了 现在凉了 我想穿衣裳 无所谓善 无所谓恶 但是请注意 这种物质的对于物质欲望的 这种扩张 它几乎是同样是本能的 具有扩张倾向 只有当这种扩张的东西 超越了某一个限度的时候 它才向它的价值反面转化 所以我们不能说本能的东西本身是恶的 但是它包含着向恶转化的可能性 欲望的实际上恰好是什么 是本能的越界 就叫做欲望 老师您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刚你也讲到 王阳明认为我们应该按良知 本心来去视听言动 当喜得喜 当悲则悲 而这些情感在诸西那 则更倾向于划入人欲的范畴 是需要加以节制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王阳明这里 他是怎么对待这些情感 是需要加以节制 还是率先而为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讲到情感这个问题呢 的确比较复杂 情感本身 我们人的自然情感 自然情感 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人不可能说是一个 没有情感的存在 而且我经常讲的一个意思是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我们首先是一种什么交往 感性交往 你首先你站在我面前 要你长什么样 这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 对不对 首先你呈现给我的是这个 不会说是你呈现给我的 是你的本性 是你的什么样 不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讲 中国的哲学 或者说中国的文化 它从来都不忽视我们人的感性 作为一个感性存在物本身的重要性 我们非常强调这个 比如说讲到情感这个问题 喜怒哀乐 爱物欲 人都有欺情 我们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存在物 但是情感的存在物 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情感的表达就会有问题 你怎么去表达你的情感 那有一个 在社会的公共交往当中 儒家思想一向来有个传统 从孔子开始就有 那就是人的自然情感 不能随意地带进公共交往领域 正是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它是要求我们讲理的 用理来节制我们的自然情感的 理讲来讲去无非是讲个节 要节制 比如说我今天我很愤怒 我太愤怒了 我太愤怒了 然后我见到你们各位 我也对谁都很没树木 极其愤怒 对不对 那不行吧 那好 我对你们 我要和颜悦色的 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 我就把我刚才那个愤怒的情感 节制了 这种节制在价值上就被判断为是好的 因为它是合乎我们人的 更符合我们人的存在的 更符合我们人进行社会公共交往之必要的 更符合我们的公共生活之需要的 因为人只能在社会公共体当中生活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面 良知你说违背情感吗 不可能 良知绝不违背情感 同样的 良知不被情感 情感的恰当表现便是良知 一个意思 我的一种良好的情感表达 大家都很喜欢 比如说 我希望如此 大家都很喜欢 那么同样也就证明了 我们良知的正当表达 恰当表达 是合乎社会公共 具有公共性的 我们上一节课 好像有同学提到过这个公共性问题 同样是这个意思 还有没有问题 再提一个问题 好 这位女同学 东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发现 就是我们对待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都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对待自己的时候 通常是门闭的 那是不是说明 我们的良知 有两种存在形式呢 对待别人的时候 通常是通体透明的 然后对待自己 都是被遮蔽的 这个问题太有趣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区分清楚 什么是良知 还是私欲 绝不能把私欲 当作是良知 当我看人家的时候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我的良知在起床 我为什么看自己 就不明赢呢 用王雅明的话 就说 你还是良知 被自己遮蔽了 你那个看他人的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也不是良知的显方 而是什么 思虑的权衡 那同样是私欲 同样不是良知 真正的良知之显 首先是对自己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然后才关照他人 关照他事 才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正是在这点意思上 王雅明特别教导我们 每一个个人 要去实时地 治那良知 使我们自己的良知 在我们自己 内心的呈现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我们才能够 对他人 他事他物 才能够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怎么做 反观 反思 他就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起来 谢谢 好 这节课我们也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